男人正赶着参加一场重要的面试 不料刚一进门就和迎面出来的女孩撞了个满怀 对视片刻后女孩立马回过神来 没事吧 没事 看到她衣服被刮破男人贴心的脱下外套给她披上了 可上楼后却被告知面试已经结束 并且应聘的岗位已经有了合适的人选 无奈之下她只能转身离开 没想到刚一下楼竟发现被录用的人和刚刚的女孩认识 回忆起一路上司机奇怪的举动以及车上看到女孩的照片 她意识到自己迟到是女孩精心策划的结果 为了验证自己的猜测她直接上前理论 那个司机是你的人吗 什么司机 都这个时候了 你还不承认你找人拦住我 然后想方设法阻止我面试 这个不会也是你设计好的吧 厉害呀 路的还这么刚刚方 高山的话让林沃一头雾水 她极力解释她的迟到跟自己毫无关系 可即便知道了原因失去的机会也不会再回来 为了寻找其他入职机会 她再一次找到了接待自己的猎头顾问 好巧不巧眼前的这个男人正是林沃的男朋友 高山将自己迟到的原因归咎于男人的失职 而男人却认为她在无理取闹 刚要发火一旁的女上司背地里的一个举动 让她硬憋了回去 男人下意识的行为让高山意识到二人之间有问题 她故意弄丢手里的笔 在她弯腰去捡的一瞬间 女上司立马将脚缩了回去 真相正如她猜想的一般 然而身为女朋友的林沃坐在对面却毫不知情 起身后的高山并未说话 而是在林沃离开后借骨去了洗手间 刚一出门女上司又开始对着男人眉来眼去 他们的谈话让门外的高山听得一清二楚 不论是出于对林沃的抱负 还是本着看热闹的心态 她决定揭穿这个事实 这天她硬拉着林沃来商场买鞋 不出意外女上司和她男朋友也来到这里 为了让林沃亲眼看见她俩在一起的画面 她故意拉着她朝二人离开的方向追去 可偏偏等电梯时小男孩的哭声引起了林沃的注意 就在她转过身去后逃跑的二人从另一个电梯下来 终于是躲过去了 那我说你们俩不如分手算 分手也不是不行 我们还有一块公司 高山以为小男孩的意外出现才让林沃没能目睹真相 殊不知刚刚是斜时她就已经看到两人亲密的画面 她强忍着眼里的泪水想要回头却被高山拦住 原本只是想看热闹 可此时她竟有些不忍心 一路上林沃一言不发 高山以为她没有任何反应是舍不得这段感情 最后两人莫名其妙的吵了一架 你又发什么事 我也觉得 自欺欺人有意思 自作多情自以为是就很好玩呗 回家后与林沃相遇的画面一直出现在脑海里 她似乎和自己想象的不太一样 正如她所说她的出现又何尝不是打乱了自己的计划 而另一边的林沃也并非高山所想的那样 要隐忍这段被欺骗的感情 这天是她的生日派对 中途她故意让闺蜜拨打男友的电话找她 趁着男友离开的间隙她给女上司发信息约好在吧台见 殊不知此时的男友也正赶往吧台取蛋糕 片刻过后林沃打开了玻璃后面的窗帘 如她所料两人抱在一起的画面出现在众人眼前 这一幕惊呆了在场的所有人 面对众人的议论纷纷男人反而倒打一耙责怪林沃故意耍她 而女上司更是扬言要她向自己道歉甚至要开除她 可没想到林沃的一个电话竟让二人都傻了眼 原来她提前购买了公司的股份 此时的她摇身一变成为公司最大的股东 女上司刚刚还一副盛气凌人的样子 此刻也不得不灰溜溜地离开 闺蜜为了帮她出气更是直接将香槟倒在了二人头上 表面上林沃让背叛自己的人出局很是痛快 但背地里却在为自己失败的人生懊恼不已 高山本想安慰她却引来她的不满 她将心里的怨气都发泄在高山身上 她认为她的出现打乱了自己所有的计划 她不想再见到她 说完便投也不回地离开 然而嘴上说着再也不见 忘记了国外的高薪职位伟生云摩天做一名小职员 正常人都觉得她脑子进水 可在万家和眼里她却因城府太深一开始并不被中诺 但一次临时出差途中 万家和女儿因突发急性蓝尾炎被送往医院紧急手术 平时她一门心思扑在工作上 这一次即便是来母女俩居住的城市出差也没有抽空回家 所以老婆对她意见很大 整个过程高山的一路陪同 以及帮助让她开始对她放下了戒心 随后也同意她参与到自己正在进行的重点项目竞标中 在拟定竞标价格时 高山已异于常人的眼光给出了关键性的建议 她的能力也因此得到了万家和的认可 而另一边的林沃因一时冲动满下了公司 可刚当上老板她就成了光感司令 公司所有员工被劈腿的前男友和前任女上司带走 随即将年龄破产 紧急关头一位自称是金氏集团的高管给了她第一笔业务 任务是挖万家和去他们公司担任投资部副组 这通如其来的生意让她对挽救公司充满了希望 于是她开始调查关于万家和的一切 虽然有高山的友谊刁难 但也在她的侧面帮助下万家和终于同意与这位高管见面 本以为自己当老板以来的第一单生意很快就能谈成 可不曾想第二天一大早万家和负责的重要项目便被金氏集团抢了去 不仅如此对方的竞标价格竟与她提出的数据大同小异 并且她与金氏高管私下见面的照片同一时间被人发到了网上 很快万家和泄露商业机密的新闻出现在各大媒体 上司的不信任以及家人的不谅解 让本就患有轻度抑郁症的她经受不住这样的打击最终被逼上了绝路 虽然林沃和高山及时赶到 可此时的她根本听不进去任何劝道的话呢 最终二人不得不眼睁睁地看着她从楼顶音乐而下 这似曾相识的一幕让高山脑海里浮现出父亲曾经跳楼的画面 虽然她极力地压制内心的恐惧 可看到万家和躺在地上的一瞬间她的情绪彻底失控 她发疯似地冲出了人群 冷静后的她看到鞋上的血迹石又想起父亲就躺在眼前的画面 这场噩梦困扰了她十年 也让她一直活在失去父亲的仇恨 幸好被遮阳散挡了一下万家和并没有当场丧命 可了解她的人都明白她不可能会出卖公司 为了弄清真相苏原查看了监控记录 竞标价格被确定的当晚高山是最后一个接触她的人 这让苏原不得不怀疑真正的泄密者或许是她 于是她想被地里跟踪她不料却被林沃撞了个正兆 最后二人一路跟着她到了她的住所附近 不料却发现她正和万家和的死对头坐在了一起 这回她出卖公司的嫌疑就更大 而林沃也想起自己曾经给她送家具时 无意间看见了书房里被隐藏的画报 当时由于高山的及时阻止她没能看清上面的内容 林沃认为或许她禁摩天的真正原因就在那面墙上 为了查明真相她和苏原理应外合 苏原故意将咖啡撒在了她身上 随后硬要陪着她一同回家换衣服 进门时她偷偷将林沃放了进去 为了给林沃争取更多的时间 她故意赖在房间不愿出去 这一系列奇怪的举动很快引起了高山的怀疑 就在林沃拉开帘子的一瞬间书房的门被打开 林沃的行为引得高山大发雷霆 你跟苏原喘头所的拖延时间 你到底想干什么 查我 你怀疑万总的事情是我做的 没错 高山 你扣坏别的人生就那么好玩吗 两人争吵一番后林沃并没有得到想要的答案 反而打草惊蛇 可明明自己曾经看到的并不是眼前这幅画 原来上次林沃走后心思缜密的 她担心这样的事情再次发生 于是故意将这幅画挂了上去 可越是这样的隐瞒 越让他们更加确定对她的怀疑 她曾在黑暗中迷失了自己 原以为爱情对她而言只是遥不可及的梦 可与女孩的多次接触后 她渐渐的被她的洒脱和倔强所吸引 曾经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的 她开始顾忌别人的感受 可即便是这样 她依然提醒自己没有资格爱上任何人 所以她极力地压制住心中的感情 直到女孩为了保护她 抓住她的手跟女上司起冲突的那一刻 她意识到眼前的这个女孩值得自己去改变 于是她鼓起勇气准备说出心底的想法 可话刚到嘴边就被来找她麻烦的同事打断 你要不是攀上了大龙几岁的千金 我怎么会被你歪呢 你还好意思跟我敌脸 谁知道 你别瞅猛 她 林沃 大龙集团董事长秦盛盛的独生 你怎么就知道 要不然暗中帮她干嘛呀 同事的话让高山难以置信 或许对别人而言 有一位有钱的女朋友是一件合乱不为的事 但对她来说这个消息 无疑是给了她一记耳光 她怎么也不会想到 站在自己眼前的人竟是仇人的女儿 还真是应了那句千算万算不如天算 这或许就是造化弄人 得知真相的高山一时间难以接受这样的事实 她再也无法克制心中的怒 可不论怎么惩罚自己都无法改变眼前的事实 一边是害得自己家破人亡的仇人 一边是好不容易让自己心动的人 面对眼前的处境一时间 她的脑子一片混乱 而明正也在此时再次发作 可即便痛苦不堪 她依旧强迫自己要清醒 比起十年的仇恨 短暂的爱情的确显得那么苍白无力 更何况面对强大的仇人 她也不清楚这条复仇之路自己还要走多久 现如今这样的一个大好机会就摆在眼前 自己一直处心积虑想要接近的人就近在咫尺 一番深思熟虑过后 她决定接受林沃的道歉 然而天真的林沃却不知她真正的目的 她向她解释自己和父亲之间的隔阂 原来很早之前母亲就和父亲办理了离婚 她一直跟随母亲生活 直到三年前母亲病重想在林中前见父亲最后一面 可她却和秘书在外面度假 母亲的遗憾让林沃恨透了这个不负责任的男人 所以她不愿意父亲掺和她的人生 也不想理会关于父亲的一切 但在高山看来她始终是父亲最大的软肋 虽然林沃一直对父亲爱达不理 但面对唯一的女儿父亲并没有因为她对自己的不敬而责怪她 反而是一再地容忍 甚至背地里一直在默默地帮助她 她不希望女儿受到任何伤害 可高山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人 她也认为她接近林沃另有所图 于是单独约见了她 面对恨了十年的人高山虽然表现得异常冷静 但她心里清楚想要让眼前的人付出代价以后的路只会更加困难重重 而摆在眼前唯一的捷径就是让林沃爱上自己 事实上她也清楚林沃对自己的感情 于是她决定主动捅破这层窗户纸 另一边的林沃正在为她没接电话而担心 正准备和闺蜜一起去找她 不料刚一起身就见高山推门而入 她用最霸道的方式向女孩表明了心意 可这突如其来的吻让林沃一时间慌了神 她想逃离高山的视线却被她一打拦住 我是跟数字打交道的人 又或者说我才是那个无聊的人 可是我虽然总是忍不住 我忍不住我为什么你去笑 我以成于跟你做一些没有意义的事情 我放弃了性价品 我也不想到毕了 我想跟自己一起 很难想象她的爱是建立在谎言的基础上 可明明她眼神里流露出来的感情是真实存在的 然而林沃并非是恋爱老 她深知高山的深不可测 自从与她相遇自己的生活都不按计划进行 所以即便是对她有感觉 她也没有立马给出答案 但她心里清楚高山的内心是善良的 只不过因为某些原因 她不得不伪装自己 所以在工作上她还是愿意帮她 于是她从父亲那里争取到了公司 并购案负责人的身份 她利用职权点名让高山协助自己 接下来的日子 他们因为工作出差的原因朝夕相处 渐渐的二人的感情也在慢慢的发生变化 这天高山担心林沃没吃饱 便买了夜宵去房间找她 中途她故意说到了十年前 导致父亲跳楼的并购案 离我坦言自己对公司的情况了解的并不多 但手里确实有一些资料 属于精力文件暂时还不能透露给她 话还没说完 转身时她一不小心撞翻了高山手里的咖啡 眼看着领带被弄脏 她急忙帮她解下去清洗 当她去洗手间后 高山偷偷打开了她的电脑 她快速地翻看着里面的资料 突然洗手间传来一阵喊叫声 原来是水管爆裂 一瞬间房间内水花四溅 好不容易将水管堵住出门时 凌沃差点摔倒 高山见状二话不说 直接抱起她走出了浴室 这时她突然想起刚刚动过的电脑还未还原 她担心自己的行为会被凌沃发现 于是故意将她推倒在床上 不等她开口凌沃一个急翻身 直接将她压在身下 她着急地想要起身 却发现头发缠在了她的扣子上 就这样她趴在高山身上挣扎了半天 不曾想苏原正带着服务员推门进来 这尴尬的一幕让人想不误会都难 而凌沃又急又气的样子惹得高山一阵偷笑 这难道不是爱情最开始的模样 第二天为了得到最新的情报 他们打扮成服务生混进记者发布会现场 中途凌沃因发现了不怀好意的人反遭袭击 幸好高山及时赶到 他很快将对方打倒在地 看到凌沃的手受伤使他紧张到不行 他责怪凌沃不该擅自行动 但更多的是埋怨自己没有保护好他 晚上他处理完手头的事来找凌沃时 却发现他不在房间 他和苏原着急的四处寻找 终于在酒店附近的泳池边发现了他 可此时的他已经是醉醺醺的状态 他本想扶他回房间 不料凌沃却耍起了酒疯 我说 我说你走行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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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想像琴盛声毁掉自己的人生一样毁掉凌沃的人生 可他低估了凌沃在自己心里的分量 看到他每次因为自己不顾安危的冲在前面 他心里充满了不安 凌沃的真诚也让自己越来越心虚 虽然自己对他的感情不假 但里面却掺杂了太多的谎言 相处的时间越久 他就越来越担心凌沃会因为自己受到伤害 他甚至后悔将他卷进这场复仇的漩涡中 然而开工没有回头见 付出的感情不可能说收就收 如果说他们的开始原本就是一个错误 此时的高山却想趁伤八卫撕开前 将对凌沃的伤害降到最低 所以自己唯一能做的就是放他离开 凌沃 我早就失去了你的资格 我们分手了 凌沃还来不及伤心就看着一辆车快速的朝他们驶来 眼看着危险步步紧低 他毫不犹豫的选择推开高山 幸好高山及时反应过来顺手将他拉到一边 然而不等二人回过神来车子再一次朝他们追来 高山深知对方的目标是他 他将凌沃支开自己朝着相反的方向跑去 最后他逃进了消防通道 可对方并没有因此放弃 他拿出了手里的刀 紧接着便朝着高山冲去 虽然商场上高山对对手从不留情 但都是以正当的手段竞争 他不想伤人性命 不曾想他的心软却让对方有了可乘之机 本以为这一次不会有侥幸 没想到紧急关头凌沃突然挡在了他前面 看着凌沃倒在自己怀里他彻底傻眼 一直害怕发生的事情终究还是发生了 他和苏源快速的将他送到了医院 听到医生说手术很成功 他这才松了一口气 眼看着女儿被伤害 秦圣圣怒气冲冲地给了高山一戒耳光 面对仇人的责怪此时的高山毫无底气 他本想等凌沃醒来 却被秦圣圣赶出了医院 看着手上的血子脑海里不断浮现凌沃被刺的画面 他甚至出现了幻觉 高山 高山 凌沃的声音一直在耳边回答 最后他趁没人时偷偷来到病房 看着躺在病床上昏迷的凌沃高山心疼万分 他多么希望他们能重新回到开始认识的那一天 那样的话他不会再走进他的世界 他也不用承受这些谎言和欺骗 所以这一切是时候该结束了 临走前他依依不舍地吻上凌沃的额头 醒来后的凌沃一直不见高山的身影 他打了无数次电话依然没有任何回应 因为他的没出现 他们也更加确定了他将凌沃当成上位的筹码 殊不知离开医院后他便接到老家打来的电话 高山 你在哪呢 你慢慢出事了 然而当他回到房间时 眼前的一幕让人难以置信 地面上一片狼藉 而母亲则举着水果刀失魂落魄地坐在地上 嘴里不停地念叨着秦胜生来了 高山着急地上前想让他放下手里的刀 可母亲根本听不尽他的话 甚至发疯般地朝着他一通乱看 他担心母亲伤到自己 于是忍着手上的伤痛 从背后快速地将他紧紧抱住 不曾想母亲却因惊吓过度晕了过去 而他之所以会发狂 就是因为听到林沃提到秦胜生的名字 十年来这三个字像烙印一样刻在他们的心里 原来秦胜生和母亲本是大学同学 为了扩大经营他让父亲大力收购附近的养殖场 并且鼓励工人们购买公司的股权 当工人们的钱都投入进去后 他却突然撤资 这突如其来的变故让工厂资金链断裂导致破产 工人们一辈子的血汗钱化为泡影 有些人甚至因此负债累累 其中一家人应接受不了这样的事实打开了没奇怪 最终年幼的女儿和丈夫中毒身亡 父亲想解决问题却心有余而力不足 而秦胜生则置之不理 绝望之际父亲从楼顶一跃而下 母亲伤心过度患上了精神病 从此高山不仅失去了至亲至爱之人 还要背负乡亲们的骂名 他忍辱负重独自承担着所有的伤痛 原本爱情对他而言就是一种奢望 可偏偏他遇到的是秦胜生的女儿 不明原因的分手然后突然消失 让苏元和娜娜都不能理解 娜娜想帮林沃弄清事情的真相 于是他偷偷来到高山入住的酒店 除了看到地上的血字以及满地的文件 还有一张秦胜生的照片 他一直跟踪他们到了刚入住的疗养院 本想从高母身上知道点什么 不曾想眼前的人却神志不清 就在他准备离开时却被高山发现 即便是这样他依然没有说出和林沃分手的真相 反而说了一些违背心意的话 秦胜生出手 相对于和林沃的感情我更加不愿意割碎 依然即使没有渗算的事情 我这种不做 我一直都有 你虽然冷酷讲华不讲情面 但你绝对不会利用感情 林沃不过去给你倒霉一刀的事 你心里难道没有一点点的触动吗 娜娜的质问像一根根刺一样扎在他心上 可对他来说比起仇恨真心却是那样渺小 他不想让林沃来承受他的痛 我对他更多的是费酒 不曾想此事林沃就站在身后 他的话让原本对这段感情还抱有一丝希望的他彻底绝望 然而事实上高山早就知道林沃会再次出现 他想用这种方式让林沃放手 表面上的决绝他是做到了 可背地里自己却偷偷来到他们在一起许愿的地方 曾经的美好仿佛就在眼前 林沃的声音又一次在耳边响起 高山 明明是碍到骨子里的人却不得不放弃 这时他突然想起当初许愿使他埋下的硬币 可他翻遍了所有的石头也没找到 直到最后摊坐在地上 不知过了多久苏妍和娜娜突然出现 他们着急地询问林沃是否来过这里 听到他不见了高山这才回过神来 联想到上一次的袭击事件 他心里越发紧张不安 在林沃从医院离开后 便独自一人回到母亲留给他的别墅内 在发现他不见了后高山也找来这里 可屋里的灯明明亮着手机却关机 原本就担心康明会再次报复 为了确认他的安全他爬上了二楼窗台 不曾想刚一站稳一个身影从眼前闪过 如他所料康明竟真的出现在这里 与此同时对方似乎察觉到什么 他警惕性地朝窗外看了看 幸好并未发现站在外面的高山 在经历了上一次的袭击事件后 他显然已经丧心病了 意识到危险的来临随即给苏妍发去了求救信息 随后独自一人悄悄潜入房间 而临沃正被他绑在浴缸内 为了救他高山趁着康明不注意 用手里的毛巾死死地勒住他的脖子 将他拖出浴室后便狠狠地爽不出去 然而落在床上的他毫发未伤 随后他举起手里的剪刀朝着高山刺去 幸亏高山闪躲及时 但手无寸体的他并不占优势 很快被对方攻击到一时间难以起身 康明则趁机打开了浴室的门 再一次将目标瞄准临沃 眼看着剪刀就要刺下去的一瞬间 高山拼命地从后面将他一本抱住 随后找准机会打掉了他手里的剪刀 没有武器的康明眼见打不过想趁机逃跑 却被高山追到了阳台 为了不给他逃跑的机会 救下心爱之人 他不顾一切地将康明推下楼去 任凭凌沃撕心裂肺的呼喊 这一次换他来保护他 坠落的一瞬间与凌沃在一起的画面 一目目涌入脑海 此刻的高山终于明白在这段感情中 自己并不能如表面上的那般 拿得起放而下 被指示从二楼坠落两人并未受伤 康明很快被随后赶来的警察带走 本以为在看到高山的一瞬间 凌沃会心疼地扑进他怀里 不曾想他看都没看一眼 而是冷漠地离开 高山见撞连忙追了上去 他说出了自己内心最真实的想法 我喜欢你 我确定我喜欢你 你喜欢我 你就可以做任何你想做的事情 不包括我是不是喜欢 然而迟来的深情比草剑 这一次凌沃并不想轻易地接受他 因为他意识到在这段感情中 自己一直都是那个被动的女 虽然他清楚他很爱她 但他们之间掺杂了太多感情以外的东西 所以需要给彼此更多的时间去调整 于是他辞去了大龙集团的职位回到宝州 而高山在结束手里的工作后赶了回去 他放下了曾经的傲慢 准备听取苏元死缠乱打的建议 第一时间搬到了林沃家楼上 虽然不招人待见 但他却乐此不彼 由于成功地谈下收购案回公司后 他顺利晋升为副座 为了打败对手他拼命的功能 身体终于没能扛住他的折腾 而苏元却认为这是他示弱的最好机会 于是故意将生病的消息告诉给林沃 虽然他嘴上说着跟他没关系 却在听到罗上异常的动静后 着急地赶到他家 而高山也在开门后晕倒在他肩上 林沃因此吓得不轻 醒来后看着他细心照顾自己的样子 高山心里不禁乐开了花 很惊恐地发现心爱之人隐藏的秘密 竟是父亲是导致他家破人亡的凶手 不仅如此他接近自己 也只是为了他的复仇计划 原来曾经的甜蜜都只是欺骗自己的谎言 可明明和他在一起的每一分每一秒 他都能真切地感受到 他对自己的感情是真实存在的 面对林沃的质问高山并未否认 因为在这段感情中一开始他的确错了 可后来爱上他也是真的 他不奢求他的原谅 本以为这一次他们之间从此会一别两宽 不曾想林沃却主动拉起了他的手 因为就在刚刚林沃已经告诉他 关于十年前发生的一切 整个事件中高山背负的伤痛 值得自己去原谅 我不确定我能坚持到没有 但我不想再俯瞰 他想将他拉出黑暗的泥潭 对高山而言认识林沃是他这辈子最幸运的事 曾经他的内心也因这段感情饱受过煎熬 但经历过前两次的险境后 他渐渐明白仇恨只会让人活在痛苦的过去 而眼前的人才是他应该珍惜的 他不能让自己只停留在过去 或许是林沃的真诚感化了他 随后他带林沃见过了母亲 母亲从他脸上看到了十年来从未有过的笑容 他也在这一刻明白 比起过往的仇恨儿子的幸福才更重要 得到了母亲的祝福 两人更加坚定了对彼此的感情 可偏偏命运总是喜欢跟他们开玩笑 离开疗养院的第二天 他就接到母亲跳楼去世的电话 这突如其来的消息让他一时间难以接受 工作人员声称母亲是去楼顶吹风 由于没注意到有一处忽然断裂 伦毅不小心滑落才导致了悲剧的发生 老天似乎对眼前这个男人有太多的不公 所有的不幸都让他一人承担 原以为放下仇恨他可以重新开始 现如今连他在世上唯一的亲人也要被夺走 悲痛欲绝之际他的耳鸣症又一次发作 林沃的出现让他从刺痛中回过神来 可这种撕心裂肺之痛 让此时的他不愿意多说一句话 而母亲离开前的录音 也是希望他放下过去的仇恨重新开始 本以为所有的噩梦 随着母亲的离开也都将结束 可林沃在收拾衣物时 却突然发现了一张打车发票 腿脚不变的母亲没有理由自己外出 为了查明他外出的原因 他找到了搭载他的司机 从司机口中得知他去的正是大龙 可巧的是大龙当天的监控视频 却被人删除 母亲去大龙指定跟十年前的事有关 可如果只是单纯的办事 为何视频会被删 明摆着他离世的背后是有人故意为之 另一边十年前父亲工厂破产的原因 又有了新的证据 然而种种的迹象都指向了林沃的父亲 高山怎么也不会想到为了寻找真相 十年来他毫无头绪 可就在他准备要放弃时真相又将浮出水面 如果正如他们猜想的一般 他们二人的感情又该何去何从 他人正在整理母亲留下的遗物 无意间一枚戒指从里面掉落 难是戒指 他好奇地仔细看了看 发现里面隐藏着一组特殊的数字 就在林沃向他走来 使他竟将戒指藏了起来 随后试探性地向他询问父母的结婚日期 巧的是正是戒指上面刻着的数字 殊不知这正是秦盛生一直在寻找的婚戒 可他为什么会出现在母亲的遗物里 联想到警察提到过疗养院天台的护栏 有人为破坏的痕迹 他们怀疑母亲的坠楼或许不只是一个意外 这也让高山不得不怀疑秦盛生就是害死母亲的凶手 恼羞成怒的他决定将戒指交给警方 但考虑到这件事情的后果 他担心林沃因此受到伤害 于是他决定找秦盛生当面对质 当他拿出戒指的那一刻秦盛生大吃一惊 虽然他承认十年前的事他有责任 可出于对大龙的考虑他撤资也是迫不得已才做出的选择 但是关于母亲的死他势口否认 这些话让高山一时间对自己的推断 产生了怀疑 可不等他反应过来警察就赶来这里 就在他们准备控制秦盛生时 他的心脏病突然发作 而随后赶来的林沃看着父亲痛苦的瘫倒 在地上一时间心急如焚 警察的突然到来也让高山意外不已 可已经发生的事情已无法挽回 然而当警方拿着戒指让林沃辨认时 他突然想起高山问过自己的话 这一刻他意识高山再一次利用了自己 甚至瞒着他在背后将父亲推进了鬼门关 面对林沃的质问高山竟哑口无言 原来在见秦盛生前 他确实准备了移交给警方的材料 但临走前他特意交代苏元 如果晚上他没回来才能寄出去 不曾想刚走不久就有快递上门取件 苏元没太在意他说过的话 便让林沃将文件交给了快递员 这阴差阳错的举动让林沃成为真正伤害父亲的人 高山担心他接受不了这样的事实 于是在面对他的质问时除了道歉便是沉默 高山的再一次隐瞒让林沃选择了分手 事实上他只是不想让林沃为难 才选择了暂时隐瞒 可他的善意却让林沃当成是利用他的借口 为了洗脱父亲的嫌疑 林沃让人修复了公司的监控 原来高山母亲来大龙见的人 是秦盛生的副手陈红宇 可这些并不能证明他就是凶手 然而做贼心虚的人内心总是担心事情败露 他很快向公司提出了离职 高山担心他跑路故意设下圈套引他上钩 不曾想突然闯进来的风邻居扰乱了他的视线 陈红宇趁其不被偷偷拿走了桌上的资料 等他追出来时早已不见对方的踪影 但意外的是他并未离开 而是从身后袭击了高山 由于发现自己拿到的资料是一些无关紧要的文件 他才冒险现身想要毁灭证据 然而心虚的他在高山的诱导下竟主动承认了十年前的事是他所为 当年的事情都是我做的 那又怎么样 你有证据吗 你妈死了 我推得下去的 件事情败露为了杀人灭口 他准备再次向高山下手 不曾想却被埋伏在附近的警察抓了个正着 十年来高山一直在寻找的答案终于在此刻水落石出 父亲的冤屈得以洗清 可这一刻他却一点也开心不起来 他甚至为自己的行为陷入了深深的自责 十年了 我恨了十年 十年来我唯一的目标就是堂来亲身上 可是到头来我恨错人 我爱你心都搞砸 我怎么做 我就是一个笑话 他的一意孤行才导致父亲几乎丢掉性命 甚至连一生的心血也岌岌可危 为了惩罚自己他整日整夜不眠不休 终于身体没能熬得住这样的折腾 他开始神情恍惚直到最后晕了过去 本以为可以借此机会好好睡一觉 不曾想半夜却不见他的身影 或许是冥冥之中的早有注定 他不见的消息很快被一只手在楼下的高山听见 于是他四处寻找 殊不知此时的灵沃正朝着泳池中央缓缓走去 眼看着身体已经被水淹没 紧急关头高山发现了正在水里苦苦挣扎的他 于是迅速跳了下去 然而此时的灵沃已经一时模糊 幸亏他的及时出现才没有让悲剧发生 可醒来的他却不记得自己落水的事情 他甚至以为那只是一场梦 却不知自己因压力过大患上了梦游症 当他问到是谁救了他十倍小龙向他撒了谎 可在他的潜意识里 他依然觉得那个人是高山 知道他备受折磨高山的内心也并不好过 他想试图挽回因为自己的执念犯下的错误 所以即便是被公司开除甚至名声扫地 为了帮大龙拉到头子 他不惜被人侮辱 直到内娜跟他说的一番话 高山深知有些错误终究无法弥补 造成的伤害已成事实 可他又如何能忍心丢下林沃独自一人去面对眼前的残局 直到贝小荣出现在他眼前 他们只知道他是林沃高中时资助的一名自闭正话 却不知道他真正的身份 竟是某知名基金公司创始人的继承人 他喜欢林沃多年 可林沃只当他是弟弟 终于这一次他有了不离不弃守在他身边的机会 他承诺自己可以帮大龙翻盘 只要他彻底消失 眼看着林沃饱受煎熬 此时的高山也认为离开是目前来说对彼此最好的解脱 万般无奈之下他答应了他的条件 虽然高山成了所有人心里的罪人 可苏元明白他这么做一心只为了林沃 他想在离开前让他们再见最后一面 便故意将他要离开的消息说了出来 然而林沃表面上装作毫不在乎 心里却在为他的离开而感到不安 事实上高山的内心又何尝不是有太多的不舍 他抱着最后一丝希望给林沃打去了电话 不曾想手机却在被小龙手上 就在他挂掉电话的一瞬间 神情恍惚的林沃一时间突然想起泳池里救他的人是高山 这一刻他再也无法抑制心里的侵懒 他拼命地朝着外面跑去 本想见他最后一面可终究缘分让他们错过了彼此 也或许短暂的离开只是为了更好的开始 本以为他们的缘分从此画上了句号 不曾想命运的齿轮却让他们再一次遇见 虽然意外的重逢让高山有些措手不及 但却是期盼已久 可面对林沃的置之不理他竟束手无策 为了挽回失去的感情万般无奈之下 他拿出了手上唯一的筹码 当林沃看到这份协议时往事一幕幕涌上心头 原来在他创业初期 由于得到高山的帮助他曾承诺赠予他股份 然而比起物质上的补偿 他更希望拥有他全部的爱 虽然他的方式很霸道 但却无不令人羡慕 现如今对林沃来说 曾经的感情早已尘封心底 他不想提及更不愿触碰 虽然一直强装镇定 但高山总是能轻易地影响他的情绪 面对他的无理要求林沃本想置之不理 可他仍然不依不饶 合同都是一事两不 你那份 不知道 丢了吧 不重要的东西 当然了 即便是假话但聚聚扎心 林总确实是气场合理 可是我之前能够说 你自己去 好 我签的合同我认 无奈之下林沃只能按照协议旅行他的义务 随后高山带他来到了曾经向他表白的餐厅 虽然时隔两年 可熟悉的场景还是能让他想起曾经的画面 点餐时高山依然要了他喜欢吃的草莓蛋糕 很明显他是想通过这种方式唤起他们之间的回忆 不曾想刚准备向他表明心意就被突如其来的声音打断 高山 原来是之前在酒店被林沃撞见的女人 眼看着二人亲密的主动想不让人误会都难 没想到这一次竟然又跟了拐 他不仅表现的热情大方甚至要跟高山同吃一份甜点 原本想当着林沃的面宣誓主权 不曾想他却因为接电话而离开 然而事实上眼前的女人只是朋友的未婚妻 他刚刚的行为也是想看看在林沃心里 高山是不是真的可有可 甚至为了帮他试探心意他坦言自己在追他 然而林沃不仅不介意还表明了他的态度 林沃的每一个字都让电话那头的高山心灰意冷 原本最讨厌喝酒的他因此借酒消愁 他想用酒精麻痹自己不去多想 可即便是时隔两年 他也清楚自己对林沃的伤害无法原谅 本以为时间会让人忘掉过去的伤痛 生活能回归到原本的状态 更何况就连秦盛生都已经放下了对他的偏见 原来他出国后不久秦盛生便查到了当初的快递员 对方声称是一个女孩子将快递交给了他 于是他明白了高山一直不解释都是因为林沃 他也清楚自己的女儿从没有放下过他 所以他不希望林沃一直伪装自己 于是他们达成了协议 然而高山并没有辜负他的期望 两年的时间他又一次从泥里爬了出来 即便是困难重重 他还是能在国外的金融圈站稳脚跟 得到了秦盛生的肯定 他这才有了再一次见到林沃的勇气 可当他发现自己在他眼里只是一个无关紧要的人时 他开始莫名的害怕 只能用酒精来麻痹自己 随后他借着酒精冲进了林沃家 也只有这个时候他可以肆无忌惮地表现出内心对他的思念 二岁时林沃的出现让患有自闭症的他眼里有光 从此他变成了他唯一在乎 多年不见一次偶然他在新闻上看到林沃的身影 于是他毫不犹豫地朝他靠近 可在林沃眼里他永远都是那个需要被保护的弟弟 却不知这个弟弟对他的感情早已发生了变化 直到两年前高山的被迫离开 他终于有了陪伴他的机会 可即便是努力了两年 他依然没能真正走进他的内心 本以为他们需要再多一点时间 不曾想高山的再一次出现 却让他所有的付出化为泡 然而老天不仅没有眷顾他的痴情 还让两年前高山不得不离开的真相浮出水面 这天不甘心的他为了博取同情 自导自演了一场污蔑高山的戏码 成功地让他遭到无情的指责 虽然此时的高山心碎一地 但精灵的他很快意识到自己中了被小龙的圈套 这也让他不得不怀疑他并不像表现的那样简单 为了不让他一错再错他本想找他谈谈 无意间竟撞上了一个女人 而不远处渐渐远离的背影正是被小龙 可刚刚的女人似乎在哪里见过 他翻开了两年前朋友给他搜集的资料 很快就在里面找到了他的照片 原来这个女人正是害死母亲凶手的妻子 为了查明他的出现是否跟两年前的事有关 他偷偷跟踪他来到医院 不曾想被小龙也出现在这里 随后苏元打探到他们是为了给女儿治病 可被小龙不会无缘无故帮他 在女人离开医院时高山独自跟了上去 随后他们来到郊外一个废弃的工厂 再给苏元发去了定位后高山便跟了进去 可此时已不见女人的身影 反而是被小龙藏在了暗处 原来离开医院不久后 女人就在电话里告诉他有人在打探他们的信息 于是他故意让他引高山来这里 而另一边的苏元由于私自打探病人的信息 被认为图谋不轨抓了起来 最后他不得不向那那求救 也因此说出了被小龙隐藏的秘密 原本他有着令人羡慕的家世和大好的前途 可因为爱让他迷失了方向 面对眼前的高山他恨之入 甚至威胁他离开凌沃 打斗之际高山的手机掉落在地 与此同时苏元给他打来了电话 但很快便被被小龙一脚踢下了楼 却不曾想被赶来的凌沃发现 意识到高山有危险他着急的四处寻找 两年前的疑惑终于在此刻得以解开 然而被小龙却不知那封信是凌沃亲手交给的快递员 原来他才是那个间接导致凌沃活在痛苦中的人 为了不让凌沃知道真相 他甚至通下杀手 不曾想这一幕恰巧被赶来的凌沃发现 紧急关头他又一次舍命挡在了高山身前 担心他受伤贝小龙想带他离开 可他心里在意的永远都是高山 贝小龙的愤怒终于在此刻爆发 他无法忍受凌沃对自己的忽视 曾经的心理缺陷让他因爱生恨走上了极端 凌沃也在这一刻对他产生了畏惧 幸好高山的及时阻拦才让他脱离了险境 他本想劝他早些收手 不曾想警察却在此时赶到龙下 原来凌沃意识到高山有危险时便报了几 眼看着已没有退路被小龙痛哭流涕 而一旁的高山由于头部受到重击很快便晕了过去 本以为凌沃会一直陪在他身边 不曾想醒来时只剩他孤身一人 于是他着急的打电话询问 可苏源却告诉他因为他和贝小龙的欺骗 凌沃一时间难以接受决定出国 听到这个消息高山瞬间慌了神 他担心凌沃会彻底离他而去 于是急忙的赶到他家 可终究还是来迟了一步 眼看着屏幕里的人着急的没了主意 这边的三人却幸灾乐祸 原来为了帮凌沃出气他们和起火来骗他 除了帮凌沃发泄心中的怒火 他们还想看高山抓狂的模样 可没高兴多久就见他给一个人打去了电话 一时间刚刚的焦虑瞬间烟消云散 可除了他俩他还能找谁 他们怎么也不会想到是父亲出卖了他们 那么之际高山发现了躲在这边正在偷看他的凌沃 于是他急忙离开了房间 发现他根本不按剧本走这边的三人也慌了 担心被抓的现行最终凌沃吓得落荒而逃 可终究逃不过命运的安排 高山很快在喷泉找到了他 见凌沃对他不理不睬他又开启了死缠烂打 在两年来高山一直以粉丝的身份陪伴着他 凌沃发现自己又一次被骗 他懊恼似乎这辈子都逃不过他的手掌心 同时高山也在刚刚感受到了凌沃曾经有过的愤怒和不安 原来被人欺骗的滋味并不好受 于是他一个劲地向凌沃道歉 眼看着说什么都不能让他消气 情急之下他拿出了提前准备的戒指 等他反应过来高山不管不顾地戴在他手上 没想到他的求婚也是一如既往的大的 虽然凌沃嘴上说着不算但心里却乐开了花 解开心结的二人终于幸福地相拥在一起 很快他们也在亲友的见证下举行了婚礼